哈囉 大家好 我是評 又回到我們每天的小遊戲時間啦 那我們最近的話 皇室戰爭喔 是開了一個宙死賽模式喔 那基本上這個宙死賽模式的話 就是進去之後呢 你只要毀掉對面的一座塔 那你就可以取得這個比賽的勝利喔 那基本上這個模式的話 等於就是像是我們二倍勝水啊 加十賽那個時候的那個比賽喔 那基本上這個的話呢 就是一開始進去的話 就是二倍勝水啦 所以隊伍來說的話 基本上就是 可以帶上一些就是 二倍勝水的時候很厲害的一些隊伍啦 我好想再講廢話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今天就用一下 就是我們平常會打的隊伍啦 因為其實哲平還不太知道 就是二倍勝水 或是三倍勝水 就是瘋狂勝水的時候 有哪些隊伍是推進的喔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推薦的那個 多費射水的一些隊伍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囉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打一下 我們這個宙死賽模式喔 那宙死賽模式的話 跟我們上次的那個2v2達陣一樣是 就是一開始的話 就是還給我們免費一次的機會喔 那基本上也是取得九連勝之後呢 就會取得那個我們的卡片啦 那這一次九連勝的卡片好像就是 史詩卡 所以我們就來打一下吧 那基本上這個模式的話 應該大家都是帶一些 蠻高費的一些角色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一樣 用我們就是比較熟悉的隊伍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來打一下 我們宙死賽模式來看一下第一場喔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靠自己實力 不像2v2打陣要靠隊友 OK 來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的水費是跑得很快的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先來一發囉 我們先把我們的目的洗出來好了 這邊的話大家應該都在等一個chance喔 好 看他要出哪裡喔 OK 這邊地獄塔左邊 左邊地獄塔 就這樣搞 小閃 他左邊放地獄塔 意思是說他想要守他的 呃 右邊放地獄塔的話 是應該是說他想要守他的右邊吧 不過這邊的話 還是吃我們毒藥囉 這邊的話呢 我們等法師過來之後呢 這邊上一下我們大皮卡 這邊石頭的話應該是還好 因為石頭他走路真的非常慢 好 這邊的話呢 待會的話水費來了之後 我們就繳毒藥 他這邊應該會繳一些動作 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OK 這邊加上我們毒藥 可以再加上我們脫洛海 直接把這個可以打掉喔 骷髏招換才對 不是脫洛海喔 所以這個的話 比賽就是會過得很快啦 因為基本上你就是要努力取一塔喔 所以技術上 我覺得他一開始在右邊守 那個地獄塔的話 感覺就是讓我有一些機會啦 那我這邊的話是左邊加上一個 皇家用再加上一個那個墓地喔 其實就還滿快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 先把墓地洗出來好了 我覺得就會比較好一點點 先加一個寒冰法師 他應該是看我一開始先出寒冰法師 就是冰法之後他右邊就蓋地獄塔啦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算是騙到了好不好 OK 這邊的話出了火法 其實二費加速的話 其實我們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喔 因為基本上水費是還滿夠的 哇塞 蓮弩 喔 這邊算是有點解掉的感覺 應該沒問題 OK 解掉之後呢 就等那隻法師過來吧 踏皮卡 哇 這邊的話是蓮弩的耶 蓮弩的話其實也算是非常麻煩喔 OK 又是蓮弩 沒關係 蓮弩的話 水費也是很高的 所以他這邊是地獄飛龍加蓮弩啦 不過我們這邊的話 小骷髏群算是做得還不錯喔 幹得好 幹滴好啊 這邊幽靈 呃 王家幽靈過去之後再繳一個墓地喔 應該沒問題 OK 又放蓮弩 那他就準備來被我們的墓地喝喝了 好 然後待會再補個毒藥喔 成功解決 欸 NICE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墓地在打我們二費聖水的時候 其實算是還蠻好用的一個組合 我還蠻喜歡的 而且基本上這邊的話有二費聖水加石的話 我們的那個大皮卡那些都出了出來喔 基本上就是 其實毒墓的話最好就是墓地 墓地再加上毒藥能夠一起出的話最好 那在二費聖水的話其實那個聖水跑得很快 所以就蠻好造成就是墓地加我們毒藥一起出的局面囉 來來來 這邊的話也是可以先用骷髏墓碑 你看看他要出什麼 他出騎士的話 這邊就這樣出 這邊再這樣出 哇 兩隻啊 他這邊的話是我們的 野豬再加上我們的網址啊 不是騎士啊 又講到騎士去了 OK 這邊的話感覺我們很有機會喔 直接毒一波 毒一波之後我們的水費好了之後呢 再來一個墓地 啊 可是這邊墓地下得好像不太好喔 直接下到 好像有點到主堡的地方去了 不過沒關係 這邊還有我們的那個 神劍射手 啊 這樣也算 哎呀 打到了 慘慘慘 這樣就還蠻慘兮兮的 直接打到主堡了喔 打到主堡的話就蠻煩的 我覺得他這邊對對對 他是野豬騎士跟王子會一直出的類型喔 這邊沒問題 是解的掉 因為我們有大皮卡 啊 剛好喔 好 這樣的話他要找右邊去了 那 沒關係這邊交給我們寒冰法師 好 來來來 砍到一下就交個毒藥 好 剛好毒到喔 nice 這邊應該沒問題了 再一個小閃 啊 不用小閃 直接打掉 所以這邊的話呢 就是要比賽誰就是在二費的時候能夠做更多的事情啦 所以就還不錯 啊 看一下 搞不好其實這樣的話 會比達陣還要更容易耶 因為達陣2v2的話真的不是那麼的好打 我看一下慘慘是不是能夠打更多勝場 來來來 所以我覺得這邊的話我們一開始就是 首要工作就是先把我們的墓地洗出來喔 然後看一下對面有什麼 其實我覺得剛好是因為我們這邊大皮卡是很好出啦 所以直接就是用大皮卡解決那兩隻 出鏡角喔 就好一點 OK 他出那個東西 他這邊是由我們的 哥布林中隊打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這邊的話他應該是要這樣搞 好險我這邊的那個小閃已經等級滿高了 因為基本上大家都說小閃的話基本上到那個 到他會不會有九級的話 打這些活動的話 都會比較好打一點點喔 就不會那麼的麻煩 OK 地獄塔 沒關係 我這邊主要就是要用墓地啦 這個地方下 好 毒死他 毒掉他們之後呢 就沒問題了 基本上他這邊能夠阻擋我們墓地的大概就是 那個哥布林中隊啦 所以基本上 哥布林中隊沒了的話 就不會那麼的麻煩了 OK 這邊也是小閃一下 好 再洗一個小閃出來 就可以獲勝啦 啊 毒藥就夠了 掰掰 OK 解決 good game 所以這邊只要就是看一下對面有哪些可以防我們墓地的 然後等他把那些出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就是快速洗墓地 不然就是快速洗毒藥 再加上快速洗小閃喔 就沒問題了 再來 果然這邊如果不是2v2模式 靠自己模式的話 感覺就是比較輕鬆容易一點點啦 那2v2打這模式的話 其實上一次哲平失敗之後 因為以為時間還很長 結果 我就沒把他打完了 哈哈哈 就蠻可惜的啦 好 這邊的話 沒東西說先出個墓碑吧 不過這樣就亮底牌了 好 他沒有打算要出的意思了 我們東西都把他攻到左邊 讓他以為我們都要攻右邊 好 這一發就過他防了 我覺得 然後我們就來打我們右邊 這一次感覺沒有賺到很多 因為他這邊亡靈群結得不錯 不錯 好 那這邊的話對面的是 骷髏巨人的話呢 就等我們他過來的時候來個大皮卡吧 然後再繼續左路進攻 啊 那個炸彈 痛到歪歪 好 又是骷髏巨人了 那巨人在哪路我們就不要去那路 就戲這麼簡單 然後把我們的那個大皮卡留給他 哇 那麼多隻來搞我的大皮卡啊 我這邊解掉了 OK 這邊的話還可以在 他應該用瓦爾 欸 沒關係 他這邊解 繳了那個骷髏喔 又是瓦爾基地 差不多 然後亡靈群嘛 對不對 喔 不過他是沒有被解亡靈了喔 這邊這一波的話我們算是大賺的 還可以 這邊先 先守一下 喔 好險 這邊兵法是打了 右邊啊 這是還行還行的局面 其實應該毒藥再加一波那個 小閃 可以解決 看夠不夠喔 感覺不夠 不太夠 對 不太夠 不太夠 趕快把毒藥洗出來 趕快把毒藥洗出來 喔 NICE 試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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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好了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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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勝 太好了 NICE啊 好 那這一次的話我們取得五連勝喔 來看一下能不能來個六連勝好了 今天看一下能不能打六連勝 其實我覺得這套的話真的是還蠻好用的啦 就是基本上 比一個速度來說的話我們也是不能 呃 不會輸 而且基本上 就是毒藥加木地吸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喔 OK 這邊的話我們就直接來個 哇塞 他這邊是直接來這邊 我這邊好像有點失誤了 這墓碑放太旁邊了 不過兩邊都還是進去欸 水費 很多 不用怕 只打起來就對了 我們這邊有兩個墓碑喔 看你要不要打完 哈哈 欸居然沒打完 可惡 不過這邊的話我們右邊還算是不錯喔 右邊這樣砍的話待會再加個大皮卡應該會很嗨 好 來 欸你還貪貼 這邊 啊完了完了 這邊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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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哇哇哇哇 要咻要咻 喔 好險好險好險 這邊差一點爆炸喔 不過這邊的話他在一個木桶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爆炸了 不過這邊的話應該是沒問題喔 這邊要小心這個地方了 啊 完了 哎呀 啊 沒下好啊 居然 隱恨隱恨 哎呦 居然 又不可以贏的 哎呦 輸在自己手殘 太可惜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打到這邊啦 做死賽模式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套隊伍的話 還算是不錯欸 因為其實他從我一開始就是 打一般街賽的話 就還滿好使用的 那他二塊的時候也是非常強喔 因為這邊可以利用大皮卡 或是利用我們皇家六銀 進去對面的塔之後呢 然後因為轉被轉很快嘛 所以可以就是 再做一些那個墓地啊 再打一些毒藥的配合 然後墓碑的話就可以把他們拉過來 所以這一套的話還不錯喔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比較推薦的一些 打我們加持賽的一些隊伍啊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哲平喔 因為我覺得這些活動的話 之後都還是會一直在出 那有一些不錯的隊伍的話 我都可以把他存在我的卡牌裡面囉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打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喜歡 如果喜歡哲平頻道的話 可以按訂閱喔 那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好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